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无限流量 免费的不用登陆 也不用这个怎么样子 费心拔力的去进行设置 进行怎么样的一个免费的科学上网的工具 那么这个科学上网的工具 它可以在各个平台都可以使用的 包括这个安卓的 苹果手机的 这个Windows的 包括这个MacOS的 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它也是基于 这个Cloudflare的一个延伸 它的速度也是随随便便 可以到几万开 十几万开 就看你的网速有多快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那么这个应用 它的名字叫WareGuard WareGuard它的手机配置 我们分五个步骤 第一步骤是下载WareGuard 那么从官网或者Play商店都可以 这个是它的官网地址 第二个就是二维码生成 它必须配置的时候 要扫描一个二维码 我们今天就用二维码的方式 给大家做演示 第三个就是灭药生成器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Cloudflare 它是必须要有生成一个灭药 它才可以获得无限的流量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 通过这个灭药生成一个灭药的话 让它获得无限的流量 第四个就是扫码 那把节点导入进去 第五个的话 就是优选一个IP OK 那这一个文件 我也会在视频下方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我们一步一步来演示 首先我们来到它的官网 它的名字就叫WearGuard 这是它的一个官网 我们进入以后 我们点这个安装 那么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它支持很多平台 Windows,MacOS,包括安卓 包括苹果的LS 手机上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它下载的话 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系统版本 那么今天我就不在PC上演示了 我在安卓手机上进行一个演示 那么安卓手机上 它下载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这个Play Store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这个安卓Play商店里面下载 第二种方式 就是在电脑上下载这个 APQ的一个文件 下载完了以后 再把它转到手机上 OK 那假设从电脑上下载 转到手机上的话 就在这里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它就开始下载了 已经下载完成了 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么我们主要演示 在手机上怎么样操作 好的 我们进入到手机单 手机投屏了电脑以后 大家看到 之前我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Gbox 包括这个Play Store 包括这个TikTok等等 大家可以看我以往的视频介绍 那么要使用这个Play商店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必须要开启科学上网的工具 那我们先打开其他科学上网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再直接点开这个Play Store 好 点开以后我们直接在这边搜这个应用 搜这个应用 然后我们点搜索 搜索出了以后 第一个就是了 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标志 像一条龙一样的 我们这个地方直接点安装 这个地方在检查网络 准备下载 在下载 我们稍等片刻 那大家也看到 这个超过一百万次的一个下载 表示说 这个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应用 好的 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显示已安装 那已安装 好的 我们来到首页 OK 回到这里以后 我们打开Gbox 那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已经安装到这里来了 那我们长按它 然后给它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到桌面 那大家看到这个快捷方式已经产生了 那我们打开它 可以以后的话 这个地方是点下方按钮添加隧道 点击这边添加隧道 它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导入配置 或者压缩包的方式 第二种扫描二维码的方式 第三种手动创建的方式 其实都不复杂 都不复杂 这个手动创建也非常简单 那我们今天以这个扫描二维码的方式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们回到浏览去 我们打开这样一个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呢 它是一个二维码生成的一个网站 打开以后的话呢 我们点这个绿色的run运行 也可以 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的一个三角符号 直接点一下 它开始运行 到这一步以后的话呢 我们这里选二 然后回车 这个地方我们同样的还是选二 再回车 OK 到这里的话呢 它要我们粘贴这个26个字符的一个密钥 那么这个地方的方法有好多种啊 你可以再生成也可以 或者说 在你之前的这个Cloudflare里面 把那个密钥给它粘贴过来也行 那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密钥生成的一个网站 就是我上次给大家做的一个视频呢 就是Cloudflare那一个视频里面 我给大家卖了一个关子 就是说这个密钥在哪里生成的 那有很多方式 有其中的话呢 有在那个小飞机里面 Telegram里面去生成也可以 那在这个网站生成也可以 OK 那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 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慢啊 需要好几分钟的时间 大家来耐讯等待一下 那这个地方密钥生成中 去稍等 OK 这个地方已经生成了一个密钥 那么这个密钥它是有24万G的一个流量 基本上是用不完的啊 永远都用不完 那我们把这个密钥给它拷贝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到这边网站呢 点右键给它粘贴上去 然后我们再点回测 回测以后 它慢慢生成这个二维码 也是需要稍等一下 OK 大家看到这个二维码已经生成成功 生成成功的话呢 那我们就打开手机 我们打开手机 点这个加号 然后点这个扫描二维码 找了二维码以后呢 它要从二维码导入隧道 要取个隧道名称 这里注意啊 不要输汉字啊 英文或者字母数字都可以 我们就输入一个数字吧 今天是11月11号 我们就yoyo yoyo 然后点创卷隧道 然后点击这个隧道这个地方 那大家看到这边有 公钥什么IP什么东西的啊 这个对单什么的都有 那这个对单的IP地址呢 它速度可能不是那么快 那我们想让它速度更快一点的情况下来 我们必须要更改一下这样一个对单 OK 那我们怎么更改呢 还是用老办法啊 老办法 我们使用这个Cloudflare 这样一个优选IP的方法 那我们第一个手动方式生成 这边呢 我们选一 然后点回车 然后这边呢 就在测试这个IP OK 测试完以后的话 这边有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这个result的一个文件 那我们双击打开它一下 OK 这边 我们选最快的一个 它比方这样一个 我们把它输进去 我们点这个编辑按钮 然后我们把对单这个地方呢 把它改掉啊 把它改掉 改成这样一个 我们刚刚才选出的那一个对单 OK 我们把这个对单呢 就改成这一个啊 改成这个第一个这个就行了 OK 对 合理完以后的话呢 我们点保存 那保存以后这个对单呢 都已经改成这样一个优选的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给它 安静一下 那这边想要设置一个VPN的标示 OK 我们点确定 好的 这边这个标示已经有了啊 这边显示已经连上去了 已经连上去了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 可不可以用 我们打开YouTube 我们随便找一个视频测试一下啊 目前是5500 稳定的5500左右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那现在去到11000啊 又回到3900 目前是1080的一个清晰度 4000多 OK 我们再快进一下 OK 现在去到12000 12000可以比较稳定啊 现在去到12000多 8000多啊 那么这个速度来讲的话呢 日常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啊 看看这个视频呢 看看什么都可以的 上上网都可以的 好的 今天的视频呢 就介绍到这里啊 从这个 WearGuard 这个下载安装 然后到它的一个配置 到它的一个无限流量的密钥 然后呢 绝点的一个对单的配置啊 也都讲下来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的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 们下载安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